旅獲國際大賽獎項的雙子二重奏 還有旅髮打擊演奏家吳新璇 與北市國籍樂首席謝崇新 帶來一場籍樂家們的古樂饗宴 宣告台北傳藝季開幕音樂會 將在3月9號正式登場 由台北勢力國樂團主辦的 台北市傳統藝術季 集結國內外名家 帶來歌 樂 舞 劇等不同領域形式的節目 打造繽紛多元的傳統藝術盛宴 讓我們在各方面 不管在傳統 現代 藝術 整個的結合上 都讓四國有更進一步的成長 我想在四國在今年 1988年開始辦的 台北市傳統藝術季 剛剛也提到 就是說在37年來 我們從來不間斷 好 那在整個演出的內容 也不斷地求新求變 好 那我想在今年 也是我們建成140週年 那我們在以台北風華的為主軸 從39號到6月8號辦 30場次的一個精彩節目 整個內容涵蓋了歌 樂 舞劇等多元的一個表演形式 那我想我們也是一個應該是全台規模最大的一個藝術季 那希望說大家能夠來給我們更多的支持 很開心我們邁入第37屆的傳統藝術季 那我們開季音樂會請到兩位 檢證婷 檢證婦 雙子 二重奏 然後還有吳欣璇 這些都是我們台灣旅外 就是現在就是在國際上一線的演奏家 那再包括我們就是結束的音樂會呢 我們也有呂世青老師 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楊祝小禮協奏曲 那我們也偽創非常多台灣的作曲家 然後還有歐美的現在一線的演奏家 都我們邀請來跟我們台北市立國樂團合作 所以呢我們就是今年的傳譯季 還是會維持的就是這個多元開放這樣子 然後就是在台灣這塊就是 很不受各方社會或是政治壓力的干擾下 然後我們國樂團可以很自由的去安排我們的節目 然後我們的這個成長是很有機很健康的 那我們希望就是我們國樂團的成長繼續持續下去 那也希望就是各位市民朋友或是全台灣的朋友 也可以走進音樂廳 那實際來聽聽看現在台北市立國樂團的聲音是怎麼樣的 然後相信會給大家一個 每一場音樂會都是一個很特別的演出 很特別的經驗這樣 那今天呢其實我的角色也很簡單 就是告訴大家傳統呢 台北市傳統藝術季呢 今天我們要進入到第三十七屆 要正式呢要跟各位呢翹樓打鼓的開始了 在未來各位會有很多很精彩的表演 今年一百四十週年的漸層的活動 我們也請了國樂團幫我們很多的忙 希望建成一百四十週年的活動呢 讓大家更加感覺台北這個城市 雖然我們被其他新的城市在預算上 在政府的中央政府的這個政策推動上 有逐漸呢被拉平或者是趕上的這些壓力 但是我們台北市市政府真的很努力的發揮了我們台灣 作為首善之區的台北市 我們努力的要做一個文化領先的指標 傳統藝術季正式開羅 百花齊放的傳藝季節目除了北市國精彩節目之外 還邀請到活躍於國內外各地的團隊共襄盛取 六月八號閉幕音樂會情運新篇 更邀請國內金劇音樂大師與魏海敏 唐文華 朱安利等金劇名學齊聚堂 為金劇音樂帶來新風貌 我覺得台北藝術季給我的不管是記憶也好 或者是在當時參加的時候的那種興奮的感覺 就好像是台北市在辦一個很大的一個 自己家裡的活動的一個感覺 那我覺得在每一年他們也都花了很多時間來做策劃 就是每一次的這個節目都不一樣 那我非常的榮幸就是今年也來參加 而且是這個為了李超老師 這位我們這個金劇界非常重要的一位琴師 他已經八十歲了 那麼請他來演奏他的曲子 那我會唱最後一段就是這個金所記的一個唱段 那這個曲子呢應該說很多人都看過金所記這個戲 那麼但是我們這次是把它濃縮了 我想就是台北藝術季的這個活動呢 除了帶給我們的回憶 帶給我們大家好像有如一個大家庭 在做一些慶祝的這個活動之外呢 我真的很盼望台北市的這個朋友們能夠來多多接觸 多多親近這些表演藝術 傳統藝術今天剛才提到三個節目中間 有李超老師跟魏懷敏老師的節目 這樣的一個節目 當然放到國際間也都是響當當的 可是我們傳統藝術是這樣 我們傳統藝術從另一個向度來詮釋它 來發掘它 因為沒有傳統就沒有當代 每年的三月到六月的時候 我們在這三個月的時候呢 我們台北市律國人會收到就是很多 那個藝術團隊的申請投件 或者說我們也會邀請 那我們排出這樣子的一個傳統藝術季的節目 那我們就等於是為了就是台北市 或者是全台灣的樂民朋友們 然後我們就彙整好就是這些節目 然後我們提供出來 然後讓大家可以最主要是在中山堂這邊 然後就是走進就是我們這個場館 然後來聽就是我們這些演出節目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個喜歡傳統藝術 或是喜歡東方藝術的人 不管是你已經是愛樂者 或是你想要踏入就是這個 東方藝術的這塊領域的話 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最好的接觸點 2024台北市傳統藝術季系列活動 從台灣到世界 從傳統到現代 從古典到跨界 多元豐富的節目 邀請觀眾親身體驗 記者聯席會以台北報導 現在讓我們這個回應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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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